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在台湾Podcast 所有台里面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简直就是最受欢迎的这个 简直 台湾 你刚刚不是跟我说你不是第一吗 我们不是第一啊 那就简直最是最 对 对 简直欸 这个措辞还不错 台湾通勤第一品牌的李懿诚跟张嘉伦 两位 本来是在买便当 便当 现在也是啦 就还有在开 然后他们现在一个礼拜做两集 然后两集都是靠这个议程的脑袋 他会去享有什么样的话题 然后这个话题要怎么样能够弹出一个新鲜跟有趣的点 这个这边要靠嘉伦 嘿 哦这是靠嘉伦 对对对 因为他要反驳的论点啊 嘿 就是我要 我都是现场啊 嘿啊 他现场嘛 他没有准备啊 你们是有脚本的还是没有脚本 是没有脚本 完全就是上来就上来 那跟那天的状况有没有关 会 欸 一开始 影响比较大 嘿 后来就会找到方法调整 好 那为什么你们的节目那么吸引人 为什么 为什么 对为什么大家爱看 为什么 你们自己觉得特色是什么 你们觉得是商业机密的部分 不是啊 这个讲起来都很像自吹自擂 不是商业机密啊 太商业机密的部分可以留一手啦 但你就讲一下说我这里要留一手 我就知道了 但是 但是我还是想知道说 大家都在做嘛 对不对 不是大家 很多人都爱做啦 对对对 可是有的人刷到后面都睡着还刷不到他的排名 如果你看那个排名的话 可是为什么你也可以一直在前面 哦 对哦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也有在里面 可是你要刷到后面快要睡着的时候 才会看到 保导全世界 可是你们为什么可以那么前面 我觉得有一个我们讲如果认真一点的话 应该是我们的观点跟大部分的人一样 大部分的人一样 对就是大部分的听众一样 其实我们的观点应该是在大部分的观点里面 在往前踏一小步 所以就会出现讨论空间 这个就很有趣 这个很有哲理哦 你要跟大部分的观点一样 可是你又要跨出那一小步 对对对 你不可以观点离人家一大步 不行不行不行 因为你要做大众的节目嘛 是 比如说我们今天专门在讲什么 电动开关好了 什么汽车电动玻璃窗 这种节目就没人要听嘛 可是他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他可能是汽车窗户的专家 但是这样子会很无聊 对所以我们要讲的事就像你刚才讲的 什么事大家都能谈一谈 所以我们才会说 诶他们好像很臭屁什么都能谈 但其实我们能谈的事情跟 大家能谈的都一样 只是我们必须提供多一点点观点 那多一点点来自哪里呢 多一点点来自对社会的不满 说得好 对就是你觉得有不满 你才会多一点点嘛 你才会抱怨 可是不能抱怨 抱怨很无聊 所以你用调侃幽默的方式去看那个 你想好好改变的事情 说到幽默 幽默很难 对不对 幽默有时候会变成说自嗨 或者让人家觉得很恶心 可是有真的幽默就是很好笑 然后有的幽默又会 有时候又会踩过线 又会得罪人 会被告对不对 你们是怎么样拿捏的 我们也很常被人家说自嗨啊 对啊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是频率有没有对到啦 就是如果很多人频率跟我们对到 那这些人就觉得幽默嘛 但是也有很多听众说 我听了十几都笑不出来 也会有这种人我也可以理解啊 这个就是频率对不到 有人讲说我听了多久多久 全部都是笑声 不知道在讲什么 对对对 都会有都会有 对对对对 因为有些人追求的目的不一样 如果我是建议说 如果用有比较轻松的心态 来看到我们节目的话 不会生气 因为你很容易觉得我们在乱讲 因为我们很常乱讲 我们很常乱讲一通 但是我们在很后面的时候 才会讲一两个比较震惊的结论 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结论这样子 会会会会会 会你不会有没有结论 没有结论的东西大家不听啊 例如说 呃你们最近的一集是什么 最近的一集 我们在讲吸毒的事情 哎对 嗯 吸毒怎么讲 哦 没有我们那个算是跟 那个政府单位合作 嗯 他们在推广说 一些毒品防治 就是我们 跟政府单位合作 你们还能有趣 嘿 我们那一集算讲的轻松 但蛮有内容的 那不简单哦 那怎么讲 呃 怎么讲哦 嗯 先收集很多故事 他收集很多 因为我觉得以 我们以成因者这件事来说好了 我们要做的工作 是要让大家能够接纳他们 给他们更多机会嘛 不要 不要被 不要 不要污名化他们 不要污名化 不要变边缘人 对对对 就是 这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 那我们实际上怎么做呢 目的就是有写在合约书上了 就是政府围托你们的目的就是这样 因为我也喜欢 因为我很关注这个议题 OK 就是要去除污名 对对 这算很合意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 可是我们又担心说 我们身边其实没有成因者的亲友 只有排骨成因 对对之类的 对之类的这种 对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很怕我们讲的好像 我们是隔岸关火的人 噢 事不关己 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就会做很多功课 那你功课做越多之后 你心情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那你心情轻松 你就可以好好把这件事讲完 嗯 那这个时候再补充几个故事 让我们所有人有共鸣的 那这个案子就会做得不错 那你可以 秀个一小段 例如30秒 一分钟 你们是用什么痛调 在谈成因者去除污名 这种 这种主题 哦 我们用戒烟很困难 这次来讨论 对对 一开始是从戒烟 然后我们的核心思想 就是我们这里就是 讲说刚才往前 踏一小步 你们来一小段好不好 一小段 好我们就直接这样说啊 好 我们就会说 像戒烟啊 就是你爱戒不戒都可以 不要强迫人家戒烟 对其实 啊这个要先 是不是要先建立一下 建立什么 因为李逸诚你已经是戒烟成功的人 我是戒烟成功的人 然后我啊 加伦是持续在抽烟的人 对 对 那我们的节目就会这样子来讨论 就是为什么我会不叫 加伦戒烟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是你自己选择 因为你不爱他嘛 他怎样跟你无关 欸不是 因为他不爱别人 欸 我们节目里面就这样讲 因为别人都跟他无关 所以他才不戒烟 像我是因为身体有问题 我有点气喘 所以我戒烟了 但是呢 我这个戒烟是为了别人好 不是为了自己好 你戒烟是为了别人好 没错 因为为了自己是不会戒烟的 哼 就是我们节目里面 有出现这个讨论 OK 对 因为我希望我更好的身体 比如说 提供给我的亲友嘛 我很喜欢跟你相处 你的身体提供给你 对 没错 没错 真的是提供啊 你今天如果身体不好的话 你的爸爸妈妈就很难过 你的同事就觉得 啊 李一辰来上班 你一样的薪水 做的事还比较少 会造成大家的烦闷啊 所以我认为 你的身体顾好 是对大家好 不是对你自己好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很正向的 但我 张伦 我就跟张伦说 因为他没有这个需求 比如说他今天有个老婆怀孕了 那他势必得戒烟嘛 对 他势必得 他承认这件事情啦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 这个角度 来讨论 那这样怎么要切入到吸毒者的去污名化 哦这很容易啊 就是这件事没有那么困难啊 为什么不包容人家 你是说 可是我们花了 吸毒没有说 不能 我们节目有一个小时 我们节目花了一个小时 要包容什么 要包容什么 应该是说 你要 因为他们他们从某一个 有一个角度开始切 嗯 对对对 是说 因为讲就是 从刚刚讲戒烟嘛 然后讲到在便当店工作 然后就讲到说 他跟他弟有过一个讨论 要不要雇用更生人 一个要一个不要 嗯 那一个要的人当然是觉得 哦如果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的话 是很好的 但是不要的人会觉得 为什么我一家小店要去承 承担他有可能再犯的风险 是 对 啊我们就这样子讨论下来 对 然后再来就是讨论说 啊那我们如果遇到成因者的话 我们怎么看 那我们有两个警察朋友 一个警察朋友觉得 不要给他们机会 哎 因为他们是社会的乱源 ok 一个警察朋友觉得 哦 我们应该要给他们机会 因为很多人都是勾不理睛 对 是 那我们就是一直丢两方的事情出来讨论 是 那啊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让大家了解更完整 那最后你要怎么选择 听众的事情 你要自己判断 嗯 我们会有偏向 我们各有各的选择 对啊 但我们还是可以坐在一起 讨论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 我弟弟他觉得他不想要 他不想要找更生人来上班 可是呢 他对员工是很有爱很有耐心的 对 他其实又对员工很好 那愿意找更生人来上班的 另外一个同事呢 他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 你就是我同事 你做什么跟你是不是更生人没有关系 他是人血以待 就是我们只是一般的老子关系 对大家都平等的人血 对 你来 你来就好好工作 我管你是什么人 我根本不管 你就自行坐好下班 啊 如果你今天又犯了什么错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嗯 对 所以又 这个再往下讨论 又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原来不喜欢 跟更生人上班的人 是因为他很爱同事 因为他都会好好找部同事 嗯 所以他如果有一天发现 不如己意的话 他会伤心 可是觉得可以接受人 反而是大家想象不一样的 是一个无情的人 嗯 他觉得 干关我屁事哦 我想怎样就怎样 把大家会看到那一面 你再把它呈现出 他另外的角度 对 可是我 可是像我们刚才一张讲下去 这都不是谁的 这都是他们真实的想法 嗯 对啊 啊 我们做的方式是 像我 我跟张伦 我们就归纳出那个结论 就是呢 你看到的可能只是 其中一面而已 也许他不是这样子想 那你如何 如何用这些心态来面对成瘾者 那是对大家的考验啊 就你自己去考验嘛 那其实不是我的事啊 嗯 可是如果你有亲友 有毒品成瘾的话 你是不是需要去关心他 OK 才是比较好的做法 而不是把它推开 就是像 佳伦最后就讲一个结论嘛 嗯 就是 你 你 我跟他说什么 我说 先不要觉得他们 你 如果佳伦 有成瘾者 你不要先觉得他犯错 对 你不要先觉得他做错事 你要先觉得他有困难 对 对 对他先想着怎么去帮助他 非常好的点 对这是我们节目结论 最后结论 所以刚才这整段就等于是我们那一个小时在讨论的事情 这个结构 我说这样大家就可以了解你们的风格啦 就是在很轻松的状况下 要不然一般做这种东西就会做的很说教嘛 对对对对 从第一秒钟就知道你要去污名化 然后讲到后来啊 就觉得听不下去 也没有什么事情被改变 对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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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我觉得 温柔的就是我们这种缓缓的讲 轻松的讲大家更能够 你这样不叫温柔 这不叫温柔 你这叫有趣的讲啊 对有趣的讲 什么叫做温柔 对对对对 尝试一下 温柔是有很多可以测试 但是温柔有时候不见有效 我觉得让人家觉得有打动 而且你们的那个调音 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声音很好听 这个应该是重点啦 大家休息一下